抑制剂是一个广泛的术语 它可以指代多种不同的物质或药物 其作用是减缓 阻碍或抑制某种生物过程或活性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抑制剂的类型 酶抑制剂 酶是催化生物体内化学反应的蛋白质 酶抑制剂是一类可以降低或阻止特定酶活性的物质 例如抗生素就是一种酶抑制剂 通过抑制细菌特定酶的活性来阻止其生长 激素抑制剂 一些药物可以抑制体内激素的合成或作用 用于治疗激素相关的疾病 例如激素抑制剂可以用于治疗癌症 自身免疫性疾病等 免疫抑制剂 这类药物抑制免疫系统的活性 通常用于预防器官移植的排异反应 或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 如风湿性关节炎 系统性红斑狼疮等 生长抑制剂 这类物质可以抑制细胞分裂或生长 通常用于治疗癌症 抑癌药物就是一种常见的生长抑制剂 神经传递抑制剂 一些药物可以影响神经系统的活性 减缓神经传递 这类药物可能用于治疗癫症 焦虑症等疾病 抗凝血剂 用于预防血液凝结的药物 抑制血液中凝血因子的活性 从而防止血栓的形成 这些是一些抑制剂的例子 其具体的作用和应用领域取决于它们的化学性质和生物学效应 在使用这些药物时通常需要医生的指导 因为它们可能会产生复杂的效应 对人体其他方面产生影响